从未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大妈 小区物业组织包粽子 大妈问要钱吗 不要钱都是免费的 听到这话 大妈立刻露出奸诈的嘴脸 接着毫不客气地端走一大盆糯米 小姐姐见状立刻阻止 谁料大妈理直气壮地说 免费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拿 这少便宜都要占吗 我就是要占 说完大妈还怂恿一旁的众人一起 真是太不要脸了 这是一位小姐姐录过 恰巧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没想到很快就在网上火 气得大妈一大早就跑去敲小姐姐的门 你有事吗 大妈二话没说冲得进去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这视频是不是你拍的 是我拍的 快给我删了 她对我影响很不好 她侵犯了我的名义权 我也没说什么呀 网上都说我素质差 挨价小便宜 免费的 我就是债 怎么了 面对如此蛮横的大妈 小姐姐也只能认责 同意删了视频 还有还有 赔差我精神损失费 一千 小姐姐拗不过大妈 也只好顺从 第二天 大妈看见两名工人 把一个铁架放一旁 她轻声说了一句 还有人要吗 见没人回忆 大妈拎起铁架就要去卖钱 可还没走多远就被工人发现了 工人说铁架还有用不能拿走 听完这话 大妈立刻来了脾气 我在路边捡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我们里面装修 哪串东西在这放了 还没两分钟 我不管 我捡的就是我呢 你要想要 可以 拿钱 我们东西凭什么给你钱 哎呀快来人哪 说完大妈还坐在地上耍起了无赖 谁碰上这么的大妈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 我见家破烂鸭 老有错吗 你压了我的老命呀 算了 是你够我宝贝 见工人走了 大妈立刻就扛走了铁架 到了晚上 大妈躺着铁架走在回家的路上 却发现这铁架越来越重 最后直接把大妈压倒在了地上 假如这时你碰见了被压的大妈 你会将她扶起来吗 不会的扣一 会的请扣眼珠子